海鮮中的霸主 这位长度超过一个人手掌大的墨鱼 在烤盘上被烤得透出金黄色泽 感觉就让人胃口大开 在板桥后站商圈 也就是现在称为府中商圈当中 推出巨无霸 墨鱼搭配墨鱼饭 或是意大利面的店家 在板桥和三重都有开业 老板喜欢西式料理 从事餐饮业数十年 要把西洋美食的精华 呈现给喜欢美食的陶客 在府中商圈这边 有学生 又有家庭 又有情侣约会的 所以在传统西餐上 我们做了很大的改变 我们有包括了 我们有做意大利面 牛排 披萨 都是符合年轻人想要的 我们通通都有做 想要做自己的菜 自己的想法 给客人吃到最好的 业者推出一系列的料理 与巨无霸墨鱼来说 肉质弹牙有咬劲 吃得到新鲜美味 不管是搭配墨鱼饭 吃出墨鱼汁包裹米粒的咀嚼口感 或是搭配意大利面 品尝酸甜微辣的滋味 都让人印象深刻 业者推出的多样化美食 可以说是各有特色 任君选择 还有这道披萨 现打饼皮 加上丰富的配料 强调现点现做 保留鲜味 要让来这里用餐的消费者 吃得开心 它可以吃得到 鱿鱼的鲜味 我们还加出一个特制的酱料下去 有一点点 吃得到它照燥的味道 就是很惊喜 它墨鱼很大 看起来很好吃 也真的很好吃 我很喜欢 还有这里的用餐空间 相当宽敞 加上整体的布置 让人感觉到舒适感 相信能够让一家人 或是三五好友 还有公司行号同事聚餐的 优质环境选择 这里也是竞争最激烈的 府中商圈中 业者提供最好的 用餐舒适空间 我想要有约会的感觉 又有家庭聚会的感觉 的风格 让来这里用餐是很舒适的 因为吃饭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 吃饭不是吃那一餐饭 除了好吃之外 它必须是有一些情感交流 对啊 因为这边的环境非常的舒适 而且有今年最流行的紫色的 这做起来都非常舒适 而且它的餐点又非常多 它的披萨皮又很薄又很酥脆 然后这个烤鸡腿的益拉利面 又很嫩非常好吃 这里的空间让人家感觉很舒服 然后这个落地窗也 也都是很舒服的啦 对 适合聚餐的空间 很适合 我下次一定会再来 主食的选择样式非常的多 短短的一则新闻当中 没有办法一一的做推荐 就请消费者来细细品尝 业者最后推荐一道甜点 吃的再怎么饱 总有一个味留给甜点 这是业者自制的甜点 杏仁双派 甜甜的滋味 让这一道餐留下最甜美的ending 中佳新闻065刘凡板桥报导